来到我们气象时间 一开始要带您看到户外 现在台北的一个街景 一片灰蒙蒙的 其实你要看这个10 几乎都找不到 可能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这因为空气品质真的很糟 又有雾又有埋 能见度非常的差 其实这几天西班部 进入空瓶的黑暗期 从北到南空瓶 大多是橘色的提醒等级 部分地区也出现了 红色景色的等级 像是这里呢 你也看不太出来 这是台北的哪里 其实我们告诉你哦 望过去 如果天气好的话 晴朗的话 那里就是松山机场 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说 这个前两天看到 这个蒙古还有中国的 沙尘暴非常的严重 这周末的时候呢 又会有冷空气 南下会不会也带过来呢 那么其实天后的 变数真的是很大 如果封面带来了降雨的话 也会一方面 洗净空气的污染物 所以这两天 环保暑还要进入的G中 中国是否再度 扬起沙尘暴境 而影响到台湾 那么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了 电量降雨的预报 还有四分割图 今天在台湾 主要是在东半部 下半天也是水气会比较多 都是在这个东半部地区 水气增加 在山区降雨剧率也会提升 尤其是在花东地区 你外出记得 吸带雨剧是比较保险的 西半部地区空品不好 但是维持晴道多云的天气 温度上 现在早上八点钟了 台北19.7度 台中21度 这气温还是在一直往上改变的 高雄是24.5度 和这两天没有太大的变化 早晚当然是偏凉一点 北部及东半部的今天高温 预计会来到28度 中南部高温仍然会有30度 中午前后其实也要提醒您 这时候太阳一大 也要注意防晒了 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而这样的好天气呢 是维持到星期六 变冷的时间点有稍微的往后延 一点点到星期天 你的感受就会比较明显了 这两天北部高温28 29度低温17到18度 大多是晴道多云的天气 会维持到礼拜五礼拜六 好礼拜六还是一个好天气 高温29度 礼拜天非常明显 高温往下滑 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北部整凉 北部会有局部的短暂 正雨白天的高温呢 可以看到差很多 那么低温更是往下态 甚至到礼拜二的时候 低温来到14度 下周主要呢 一二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 都会下雨 中南部的山区到时候 也会有零星的短暂正雨